原來不是很快起來 是怎麼這樣 碎石跟混凝土流滿地 騎士經過都要特別小心 生怕一個不注意就滑倒 會出人啊 我嚇過了 我比較誇張 所以我去掃 掃不聽 28號中午 在屏東東港中山路上 一台混凝土車經過 載運的混凝土竟然就這樣 狂流了一路 綿延超過300公尺 掉下來的濕土混雜碎石 讓居民好頭痛 因為掃都掃不掉 離張緊急請廠商協助剷除 費時超過一個半小時 才清理完成 而這一台造勢的混凝土車 也已經抓到 載運貨物或是開大型車輛 出發前務必要好好檢查 還好這一次掉下來的 混凝土處理及時 沒有造成二次事故 不然後果可不是一張罰單 就能解決 記者張春華 葉正雲 郭宜貞 屏東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